法治晚报看法先忙 记者立东7月30日上午11点左右 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吉祥四条附近 一架直升机坠落在南东休闲广场东侧 去附近村里反应 11点左右 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声音很大 出来看的时候 飞机已经坠落到地面 一位目击者称 飞机坠落前在附近的南东村上空盘旋多圈后 坠落在南东休闲广场东侧 坠机时 机头先着地 机身与机位分离 突围事发现场 设计者李东记者在现场看到 坠落的直升机机身 横卧在广场东侧步行道上 机身和飞机位一分离 唯一落在广场的绿化带内 截至记者发稿前 消防队员 公安拧警 急救人员等在现场处理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 法治晚报看法新闻原创作品 拒绝任何形式删改 看法新闻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